一个过程 模仿人的一下起钩 那就说明增加这个起杆的装置 就可以防止鱼脱钩 提高这个钓鱼的成功率 它在钓鱼船上 增加了一个自动起杆系统 和一个自动收放锚定位系统 船上挂好鱼耳后 由无线遥控系统 指挥船到达目的地 再用遥控器 遥控船上自动收放锚定位系统 放下定位锚定住位 并遥控自动收放钩系统 放下吊钩 吊钩到位后 船处于自动直手钓鱼作业状态 鱼咬钩后 由微处理器智能控制中心系统控制 及时触发船上自动起杆系统 执行自动起杆 最后将船遥控回岸边 收取船上所种的鱼 不到一个小时 就成功钓上了两条鱼 游翔刚赶快把这个消息告诉李伯仪 没想到李伯仪对他的成绩不以为然 我怎么看你怎么以后这个穿以后不行 那我这个很有信心 比这个穿成调法高出来很多效率 那以后咱们再比一下 一定要比 要不你不服气 那肯定不服气 那咱找个时间那一定要比一下 那好嘞 咱们以后找个时间比一下 第二天清早 刘强刚和李伯仪 就来到了一处水塘 为接下来的比赛各自准备 这是一个人工养殖池 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淡水鱼 看样子 二人可以一展身手了 那是用这个人工采钓的方式来钓鱼 对 那咱们这个船来钓鱼 好 现在是早上八点啊 咱们钓到中午十二点四个小时的时间 好 看看你们俩谁钓的鱼更多 好 好 我觉得我能赢 更赢啊 我更有信心赢 更有信心 好 那咱们就比你开 好 好 随着记者一声令下 二人分别回到自己的位置 比赛正式开始 虽然上一次钓鱼船收获甚风 但是面对钓鱼老手 刘强刚依旧十分紧张 而李伯仪则稳坐钓鱼台 相比之下 显得更加有闲自在 十分钟之后 钓鱼船率先有了动静 那个是不是已经钓上来了呀 上来了 钓起来了 这么快就上来第一条鱼啊 对 然而船接近岸边的时候 我们却发现水面无比平静 丝毫没有鱼的踪迹 难道这一钢是空钢吗 有鱼吗 哎 不要小 还有小鱼 又有鱼 真的是挺棒的 虽然说咱们这个鱼很小吧 但是总算是有收获哈 对 是 它们还没钓上来 对 它们还没钓上来呢 我们就已经有一条了 好 好嘞 哎呀真棒 这是个什么鱼啊 这好像 这是鲤鱼吗 这是个鲤鱼 小鲤鱼 好 它放到鲤鱼 这是我第一个站立球 嗯 今天的比赛 钓鱼船获得了头彩 刘向刚信心大增 继续出发 另一边 李博宜虽然落后一步 但是 他丝毫没有感到焦虑 哎 李哥 你这还没钓上来鱼啊 我这已经钓上来了 就在刘强刚向李博宜 炫耀战火的同时 突如其来的警报 让大家措手不及 钓鱼船又一次报警起竿 难道刘强刚又上鱼了吗 这会是条什么样的鱼呢 请继续收看我爱发明 钓鱼先封号 哎哟 这鱼真的很大呀 我完啊 我缩一下钢 等会啊 慢点慢点 怪不得这个船这么难上岸呢 好 真的是挺大的 嗯 好 好 哎呀 好 太不容易了 嗯 可以钓上一条 哎呦 小心点 咱们这个是 我再放 咱们这儿钓上一条超级大的鱼 嗯 这个鱼得有五六斤吧 我早就有五六斤了啊 嗯 没想到你这么小的船还能钓上这么大的鱼啊 呃 我们能能钓差不多十公斤的鱼 钓到一条硕大的鱼 流行钢兴奋地不仅夸起海口 还给记者模拟起了上鱼的经过 那如果这个鱼耳在这里的时候 这个鱼现在刚才吃 耳的状态是 这样一个正口吃下去 然后一抬起来 我们这个钢感应到了就抬起来 对 很正的一个口刚才 就把它给提上来了 刚才是咬了一个正口 特别正 看就在这个前面这个位置 对 好 来 咱们赶紧给它养起来吧 清晨的凉爽渐渐退去 不知是因为对手不断上鱼 给它造成了压力 还是周围的气温逐渐升高 李博仪的脸上挂满了汗珠 表情似乎也显得有些焦重 他努力地排除一切障碍 调整椅子 向前挪了挪自己的位置 尽可能但将鱼竿甩得更远些 没过多久 刘强刚似乎又有了收获 哎呦 这么大一条鱼啊 对 哇 这个是 这个是黑鱼吗 这是黑鱼 怎么能看出来是黑鱼啊 它通气发黑 然后背上 身上都有斑点 好 我看一下 这个鱼能有多重啊 这个鱼得四五斤 这个其实还挺少见的 我觉得这种鱼 它比较难钓这种鱼 为什么难钓啊 这种鱼只吃活物 然后它这个嘴里你看它长着牙 我看一下 它嘴里有牙 是吧 你看 对 所以它吃的都是活物 肉食 肉食的鱼类 大水当中对羞毛的鱼 一连三条鱼上岸 还一条笔条大 就连极其难钓的黑鱼都被轻松擒获 柳香刚这次似乎稳操胜券了 再说李伯仪这边 比赛时间已然过半 它却一无所过 这是为什么呢 它钓嘛 这个鱼已经过来了 必须要一段时间 那为什么它这个钓鱼船 刚才很快就钓上了一条呢 因为它那个船以后 它可以一会儿到水的中间去 这个鱼嘛 海外以后 那个深水那一块 还没到这个边上 这一块 所以它就能钓到 我就钓不到 您觉得一会儿能过来吗 一会儿肯定能过来 原来能够将水中任何位置 作为钓点 这是钓鱼船最大的优势 但是李伯仪依然耐心地等待着 终于 它的第一条鱼上钩了 一条鱼到手 李伯仪的脸上也露出了笑容 但是它目前的收获与刘翔刚相比 还有着很大差距 突然李伯仪的鱼竿又一次高高抬起 同时钓上鲫鱼 那么谁的鱼更大呢 这也是钓鱼船钓出来的 对对对 这个是咱们人工钓出来几只 钓鱼船要大一点是不是 大一点大一点 但都能钓上来都挺不容易 还行还行 好那咱们再继续 继续比赛 好嘞继续 看着鱼一条一条进入自己的口袋 李伯仪已经找回了信心 接近正午 周围的气温不断升高 不知为何 刘翔刚的钓鱼船逐渐陷入了困境 迟迟没有动静 而另一边的李伯仪却丝毫不受影响 频频上鱼 渐入佳境 这已经挺久的了 还是没有鱼啊 差不多 太阳现在挺高的了 气队高了 这个气压也低 度货品